是抽選了第五輪的朋友 是黃曼城先生 李兆昌先生 楊迅恆先生 劉偉倫先生 和張宇清女士 現在請黃曼城先生 林尚龍局長 陳金美華處長 各位街坊 各位市民 大家都知道去年一月 分別來自全國五個區的 五位的民選立法會議員 加起來集體辭職 再夾定一起參加這個選 結果呢 結果他們五位都是選進去的 但是屬於 屬於全國市民的公帑 就是這樣 沒有了一億二千六百萬 六百多億 是啊 六百多億 明年 增設區議會 附帝的功能計別 由全國三百二十萬 已經登記的合資格選民 是選出的 這些民議員 到時是 這些所謂超級議員 下一屆 下一屆 無論是哪一位 再需要事先夾起來 之後夾定了 任何一位 他說辭職 之後呢 又選進去的時候呢 立即就要啟動一個全港式的補選 好吧好吧 你五位 可以在這一屆裏面 輪流一下 半年又遲一次又再選一次 沒事的 沒事的 每次使你香港市民 一億而已 你沒辦法 你放幾次 是啊 我有我港大海的自由 尊重你自己 和他一堆 你們自己做得很簡單 很簡單 選民的關鍵就是要押指 這些又辭職又洒飛進去 但方案一 方案一都是需要啟動補選 所以我覺得二、三、四方案都可以考慮 我覺得無論如何 一個得到香港市民支持的方案才是最討厭的 謝謝 珍珠先生 現在請李兆昌先生 李兆昌先生 李兆昌先生 李兆昌先生